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專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沉 傷不忍 興奮清淨 紅菌老祖發泉泉 紅花三祖的流泡 半顏子孫一萬年 各位三信大德 顯示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邀請到的就是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兒童部 顧敏修 顧主任 顧主任 你好 主任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兒童科部小兒過敏氣喘免疫科主任顧敏修 各位好 我們提到這個坊間 這個像超商裡面賣的這些健康的食品實在太多了 我們可以看很多人去買這些健康的飲料 譬如說這個什麼益生菌的啦 或者是什麼吃什麼的飲料 一大堆啦 那為了就是說能夠解渴又可以幫助身體的健康嘛 這我想很多人的願望啦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家長對這個小孩子 因為是小朋友在發育成長的時候啊 這段成長的過程啊 媽媽的錢是很捨得花的 除非說她的經濟上比較拮据一點啦 要不然的話 只要哪些東西對小朋友好 哪些東西對小朋友的眼睛好 氣管好 皮膚好 或者是頭腦好的呢 其實很願意去花錢喔 但是我們今天呢 因為所談的呢 請到我們的顧敏修 顧主任 談到這個兒童的過敏跟免疫的功能的問題 還有氣喘的問題嘛 我想一定有很多家長啦 對小朋友買的就是這些益生菌的問題啊 因為這個益生菌 大家也是 一直在談論說 它是多麼好 多麼好 這個益生菌呢 或是其他的產品 這些食品 真的可以預防這些過敏嗎 先講一下那個益生菌 它有個歷史 先講一下益生菌的歷史 好的 在2001年的時候 芬蘭的一個很有名的研究 他就是研究一群婦女在 產前幾週給 開始給益生菌 然後產後繼續吃益生菌 發現這些小孩子 他以後出現皮膚過敏的機率會減少 這是一個當時很轟動一個研究 這就造成後來幾十年 一直不斷有益生菌可以預防過敏 零力出來了 不斷各種不同的廠商 研究不同的益生菌 然後上市販售 其實這個有些後續的研究 就這一篇2001年的研究 後來發現 雖然以後 它的 異位性皮膚炎的機率變低了 但是它的氣喘 它的過敏性皮膚的機率反而更高 升高 另外後來有一些陸陸續研究發現 其實益生菌對過敏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前幾年我們的觀念又慢慢轉為說 益生菌對過敏沒有幫助 但是後來最近幾年又有 不斷的一些更新的研究發現 益生菌其實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並不是全面幫助 是在有些條件下 像有的研究發現益生菌給予 同時要給予一些促進益生菌生長的物質 才可以達到預防過敏的效果 是 埃利王有些研究發現 益生菌 可能單純是益生菌是沒有預防效果 但是 需要搭配某些治療就 治療的效果 一些治療的方法 這樣益生菌就可以發揮它的功效 所以目前 雖然前陣子認為益生菌沒有好處 但是最近比較新的研究發現 其實益生菌 對過敏的預防還是有一些好處 但是 至於什麼樣的好處 可能要更多更進步更廣泛的研究 才能知道 另外 為什麼這麼多研究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我們知道益生菌它不是一種菌 它是很多不同的菌 每個 各位知道 在市面上販售的益生菌 其實每一個廠牌它的種類都不一樣 它的成分都不一樣 不同種類不同成分不同的菌素 可能對過敏的影響會不一樣 另外每個國家 它的小孩子 它的生長環境 它的遺傳基因都不一樣 所以同樣的益生菌 對不同地區的兒童來講 有可能不同的效果 所以益生菌目前 它的效果是怎樣 是漸漸認為有效 但是至於怎樣的效果 還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才能夠等到更好的結論 是 所以在我們今天談的就是過敏的這個問題嘛 所以家長們如果說你真的要有一些補充的 這些健康食品的話 應該要跟醫生多討論一下 不要一味的一頭磚投育了太多 這就是像早些時候 應該也是曾經發生過這麼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女性到了荷爾蒙減少的時候 自己可以投育這些單一的荷爾蒙 結果以前說是很好很好 後來發現說不行 這個單一投育的話是不行的 一定要再搭配兩種的荷爾蒙 才能夠平衡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市面上益生菌的產品很多 有很貴的 有比較便宜的 並不是說很貴就很好 是的 很貴的 也並不是說它的菌量很多就很好 當然菌量多少會隨著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性別不同的種族會不一樣 這個很難定論 但是不是說菌量很多 有時候菌量太多反而會有一些反效果 甚至是引起一些腸胃炎的反效果 所以要買益生菌來吃 也可以跟醫生討論一下 到底是吃什麼樣的益生菌 對小孩是比較幫助的 是是是 至於益生菌的話 在我個人的認為是可以吃的 因為它一方面 它對過敏雖然說不是很明顯 但是可能慢慢一些後來的研究發 可能會發現它還是有效果的 另外益生菌的話 它也可以促進益生菌是一種好菌 它吃下去之後可以讓小孩子的胃場裡面的好菌增加 壞菌減少 好菌增加壞菌減少 以後一些腸胃炎的感染啊機率就會降低 是 它的食慾 那個物質的吸收也可以有幫助 所以如果家長問我說可不可以給益生菌 我是說可以給予 它那個對過敏有沒有效果還要進一步研究 但是它對一些胃場的功能是有幫助的 是是是 所以 胃場好 除了益生菌當然 目前還是有很多食物 有討論說對過敏是不是有幫助 像魚油 這是一個大家比較討論的 魚油不是過敏酒嗎 對 啊有些人也認為說魚油 它對過敏也是有預防效果 是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的食物越來越西化 越來越吃那種油炸類的食物 油炸類的食物有很多Omega-6 Omega-6它當然它有很多不好的作用 像引起人體的發炎啊 引起一些心臟血管的疾病 那個魚油是富含Omega-3這種物質 Omega-3物質吃下去之後 可以讓Omega-6的吸收變少 是 當然有人認為說就可以預防過敏 當然這個是目前的一些假說啦 至於魚油是不是真正能夠 預防過敏 目前還沒有一清的定論 就是還沒有研究出來 還沒有完全定論說是有幫助 是是是 在維他命D也是 是大家常討論的 是是是 有有人認為說 因為維他命D它可以 預防一些體內的一些 發炎的物質 所以有人認為說是可以 預防過敏的發作 但是 維他命D對過敏的效果 目前一樣也是沒有定論 不過維他命D它當然有它的好處啊 是 它可以讓我們的 小孩子的骨骼 那個牙齒發育比較完整 還有可以預防避免一些其他的疾病 像一些自體免疫方面的疾病 也是有它的幫助 是 混混一百十個圓 山倒忽然世間塵 尚不忍心奔心機 風去老祖發旋旋 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坊間 這個網路很方便嘛 大家聽了一個消息 就開始傳傳傳 然後你就看在眼裡說 好像這個東西很好 然後再來傳的時候 很多人傳來的時候 你就說斷定它是好的 有時候這些消息等了一段時間 他說這個是錯誤的 這時候你可能吃了一大堆了 所以我們還是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健保現在很方便嘛 可以來請教醫生說 這些的問題到底怎麼樣 那他的現在研究程度到哪裡 我想醫生他們都會知道 到底對我們什麼有幫助 這才是真正我們對問題的癥結點 來做一個解決嘛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感冒跟過敏到底有沒有什麼區別 有些醫生說你感冒去看醫生 他說你這貴病陰性的 是到底這兩個是在一起的嗎 因為感冒症狀跟過敏症狀很像 所以媽媽常常會搞混 最常在門診遇到媽媽帶小孩說 我小孩子現在打噴嚏咳嗽 是過敏還是感冒呢 媽媽也搞不清楚啊 他也搞不清楚 他這時候其實是有些分別的方法 首先感冒他是一種感染 感染他會有一個潛伏期 潛伏期之後他的 會隨著細菌或病毒的增加 他症狀會慢慢變嚴重 像我可能一開始先 身體稍微不舒服 稍微頭痛 然後接下來開始喉嚨痛 是開始咳嗽 開始 開始打噴嚏 是開始流鼻水 一步一步來開始發燒這樣 至於過敏他是一種過敏嚴刺激 這種過敏嚴刺激過敏的小孩子 他的症狀是很快發現的 很快出現的 譬如說小孩子 他 對貓過敏 然後出去摸貓 摸一摸他可能 10分鐘後就開始出現打噴嚏 咳嗽啊 一旦他不再摸貓了 可能他體內慢慢把這些過敏代謝掉 他可能在一天之內 這些症狀就會改善 但是感冒不會 感冒他是一個病程 可能是剛講的然後發燒 然後最後慢慢緩解 慢慢喉嚨不通 他一個時期就對了 大概一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過敏他可能很快來 很快過去 這是他的特性 是 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看有沒有接觸感冒的小孩子 如果之前有接觸感冒的小孩子 當然就是感冒的距離比較大 這個是很重要的嗎 對這是很重要 通常我們問說 你有接觸什麼人啊 有沒有什麼腸病毒啊 最近常有的流感 難怪醫生常常會用這個來做參考的資料 譬如說我們去看醫生感冒了 那你有哪一些跟哪一些人在一起 通識感冒啊 那就確定了 對就機率很高 通識機率很高 是 再來就是感冒比較容易有發燒 過敏一般比較不會發燒 大概都是那些症狀 對 不是流鼻涕嗎 就是打噴涕 然後就是喉嚨癢癢的 比較不會發燒 還有流眼淚大概是這樣子 另外肌肉痠痛也是感冒一個特徵 過敏小孩子比較不會肌肉痠痛 另外鼻子過敏會流鼻水 但是鼻子過敏的鼻水是透明的 但是感冒他可能會流黃色的鼻涕 那種濃鼻涕啊濃痰啊 那種黃色的痰啊 那個都是感冒的特徵 是是是 所以小孩子常生病哦 媽媽不要一味就說哎呀他過敏啦 但是剛剛我們郭主任也提到了這兩種 其實說出來就很清楚了 那過敏的可能就症狀都一樣 但是感冒的可能他以前沒有 但現在有點痠痛啦 有點頭痛啦 人類累的啦 後來開始喉嚨痛啊 有些人是氣管開始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 如果你有你本身的這種經歷 去了解 然後你再看你的小孩 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吧 對 所以你通常會怎麼樣教家長 他們自己 要怎麼樣去知道孩子的問題 譬如說你剛剛提到異位性皮膚炎 可能過敏了 皮膚會腫了 會癢了 就是他是長得怎麼樣的 關於異位性皮膚炎 通常我們知道那個過敏 他會隨著不同年紀 會有不同的表現 一開始一歲兩歲之內 是大概是腸胃過敏 跟皮膚過敏 是異位性皮膚炎 然後接下來慢慢才會出現 大概三歲兩歲三歲 之後才會慢慢出現 是鼻子過敏 或是氣管過敏 這是過敏的一個病程 如果小孩子小時候 有異位性皮膚炎 兩三歲之後有氣喘 或過敏性皮膚炎的距離會比較高 但是有時候媽媽會問說 我是過敏性皮膚炎 爸爸也是過敏性皮膚炎 為什麼小孩子是氣喘呢 其實 其實在我們現在觀念 過敏的疾病是一體的 是 他可能他本身有這個過敏的體質 然後他會有不同的表現 在鼻子就是鼻子過敏 在氣管就是氣管過敏 所以媽媽的過敏 跟小孩子的過敏 可能是不一樣的 同時小孩子的過敏 也不是一成不變 有可能是小時候兩三歲是鼻子過敏 長大反而變氣喘 是 有些可能是小時候兩三歲是氣喘 長大反而 以鼻子過敏來表現 這個都是會隨時變來變去 是 不是說單一不變 是 有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顧主任就說感冒 是不是真的就是免疫力不好才感冒的 那個這個也是家長長先的問題 因為現在家長比較早 送小孩子去什麼拖嬰中心 什麼幼幼班 然後就常常帶小孩子來說 我小孩子怎麼一去幼稚園 幼幼班就一直感冒 常常中獎回家的 每天兩三禮拜就來 就來感冒吃藥 我的小孩子是不是有免疫方面的問題 其實那個 常常感冒有很多原因 免疫方面的問題只是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免疫方面的問題跟各位家長講一下怎麼區別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子 他一年內有很多嚴重的肺炎 嚴重的鼻鬥炎 嚴重的中耳炎 那就有可能是免疫方面的問題 如果每次來只是 輕微的感冒啊吃吃藥就好了就可能不是 另外如果小孩子每次都很嚴重 需要吃到強的抗氧素 那個就有可能是免疫方面的缺失 如果只是看病看一看就好了 然後可能又去幼稚園又感冒又來了 這個就不是免疫缺失 另外一些比較輕微的 比較弱的菌 像口腔的念珠菌感染 或皮膚念珠菌感染 這種通常大小孩就不會出現了 但是如果大小孩還是常常有那種什麼 口腔念珠菌感染啊 口瘡啊皮膚念珠菌這種 不厉害的菌感染 就可能是免疫缺失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還是要請醫 中醫醫師評估 讓你知道是不是免疫缺失 除了剛剛講到免疫缺失 另外過敏當然會比較容易感冒 另外還有很多原因比較容易感冒 像營養不良啊 像很多小孩子都偏死啊 什麼菜不吃啊肉不吃啊 只吃白飯啊 或是都吃炸的食物啊 只吃肉啊 有炸的食物啊 這種營養不良 也會比較容易感染 是是是 再來就是 因為剛剛講到很多媽媽 現在都是雙薪家庭都要去工作 小孩子可能不到一歲就送到託癮中心 兩歲就送到託癮所 這種在群體生活當然感冒距離會增加 我們人體的 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會有來自媽媽的抗體 所以六個月之前比較不會生病 但是六個月之後 媽媽抗體減少 但是自己產生抗體還不夠補充的時候 這時候就容易感冒 我們人體小孩子的抗體 大概要到國小才會慢慢跟大人一樣 所以如果太早去幼稚園脫嬰中心 跟大家小孩子混在一起 一個感冒全部都感冒 當然會增加感冒 所以整個學校都休息 對 是是 這是現在越來越常見 因為現在 會不會因為這個小孩子 因為進來這個脫嬰中心啊 就是這麼多人的傳染啊 跌跌撞撞 他的免疫力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也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你太早會接觸一些細菌病毒的話 很多細菌病毒是會引起過敏的發作 像說那個小時候 一歲前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或是比較大的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 酶漿菌細菌 很多菌都會反而會引起過敏的發作 所以太早去 不是說早訓練 早有抵抗力 有時候反而是會增加他過敏的機率 所以在我個人的觀點 我是認為說 最好是三歲以後 才送小孩子去幼稚園 三歲以前還是 不要接觸那麼多人 避免說一直感冒一直生病 造成小孩子不舒服 家長也很困難 所以說這個父母親就是要特別關心小孩 不過有一點我想很多人的迷思 就是說抵抗力越強越好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道理 把自己的抵抗力 把這個免疫力弄得越好 越強越好 這樣以後才不會生病 當然免疫力 最主要是不要過度保護 其實我們正常的生長 都還是會遇到一些菌 不管常見的菌 少見的菌都會遇到 其實這樣平常的 這樣正常的小孩子 三歲以後上幼稚園國小 這樣就會接觸各種不同的感染 就會有足夠的免疫力 並不是說讓他接觸很多感冒的小孩子 會免疫力會更提升 主要是不要過度保護 現在見到就是父母就是過度保護 就是什麼環境都弄得很乾淨 要弄得一層不染 是啊 因為桌上有一點灰就不行了 哪邊都不能去啊 都關在家裡面 這樣反而會造成小孩子 但是他的免疫力會越來越差 真的是過度保護 對 過度保護 是現在比較常見的問題 是 不過我想是這樣 我們這個免疫力 在我們體內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對 免疫力就是 正常的免疫是要對抗外來的微生物 我們人體外面很多那種 細菌病毒會侵犯人體 引起生病 是 我們人體免疫就是 把這些 外來的微生物 細菌病毒給消滅掉 外來來的這些敵人 我們要去消滅他的 但是過敏疾病是 這些剛講的過敏人像 塵蠻的糞便啊 或是貓毛狗毛啊 是牛奶蛋白啊 這些是無害的物質 在沒有過敏體質的人 接觸這些物質 不會引起人體的免疫反應 但是這些本身就有過敏體質的人 會把這些無害的東西 像塵蠻的糞便 像貓毛狗嘛 像蛋白的牛奶 把它當作是有害物質 然後 一起攻擊 啟動免疫反應 攻擊 這些無害物質 而且攻擊這些無害物質 當然引起一些 身體的發炎反應 就會造成剛剛講的一些症狀 是 是是是 所以這個人體也其實很奇妙 所以兩個人結合起來 可能會變成什麼 那我們體內又開始對他有排斥 這個 其實 所以難怪醫生要相當的專業 那我們台灣其實健保是非常好的 所以走遍了很多的國家 很多人還是一直讚嘆 我們台灣的健保做得非常的棒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 來讓自己的身體更好 可是呢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有一點就是說 不要濫用之外 另外就是說 真的有病就是要看醫生 對 因為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也很多事情不能道聽途說 有時現在資訊很方便 你有什麼問題 看看書 看看電腦 裡面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 這就很多的玄機 因為我們只可能只知其一 但是不知其二 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所以這才是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家裡有過敏的小孩 這些過敏兒 家長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這小朋友的問題 現在小孩子生的少 就遇到家長都剩一個兩個 他對小孩子他的任何疾病都會很擔心 是 就通常 爸媽在小孩子說 小孩子過敏了怎麼辦 以後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一直氣喘啊 一直鼻子過敏啊 尤其是現在功課壓力很大 是 小孩子如果鼻子過敏 晚上可能睡不好 早上爬不起來 昏昏沉沉就會影響睡眠 所以家長都很擔心 這樣擔心當然 就會造成小孩子也跟著緊張 其實這時候我跟家長說 你要放輕鬆 以現在的醫療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辦法完全根治 過敏疾病 但是可以好好的控制過敏疾病 你就是從平常生活做起就是 要適當的運動啊 曬太陽啊 然後不要過度保護啊 你要吃的話吃健康新鮮的食物 不要吃那種會過敏的食物 不要吃那種什麼垃圾食品啊 像 像那個一些炸雞啊 一些柚子柚子柚子類的東西 吃一些天然的東西 不要偏食 沒樣均衡飲食 就是菜肉水果什麼都要吃 這樣讓你的小孩子健康一點 如果真的有過敏的症狀 藉由上述的一些方法沒有辦法改善 可以到醫院來 醫院有很多 很好的藥物 可以控制良好的病情 是是這個問題哦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小孩子壓力比較大 會造成過敏更嚴重 對 對 因為壓力會讓我們體內一些 發炎物質增加 是 發炎物質增加 當然 會表現在氣管上 表在鼻子上 就會出現 鼻子過敏 跟氣管過敏 跟皮膚過敏 是是是 所以嗎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難得 邀請到的就是 中山醫學大學 父式醫院兒童部的顧民修 顧主任 因為 父母親 聽到這麼樣一席話以後呢 這些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的珍貴 不要看小孩子他什麼事情都不懂 但是他一樣是有壓力 如果在他身體發生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像這些過敏產生的時候 儘量的也是要 除了呵護之外 不要大驚小怪的 這個樣子 真的也會造成孩子更多的壓力 我們也真的非常希望 每個家庭都能夠很平安很順利的 今天謝謝我們中山醫學大學 副社醫院的顧民修 顧主任 謝謝您感恩祝福您 同時也感謝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 Fel 平安健康 及閑多年 你會掌聲 你會鼓勵 將我驚心悲 將有財貴 財貴